大家好,我是忠明 第24课,标注基础03 我们先来学习关于标注样式的参数 我们对这条线来标注一下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当前呢,是ISO-25的标注样式 自为当前 好,我们单击这个命令线性 就是能第一个线性来标注一下 这条线和这条线是尺寸界线 这里,尺寸界线 然后呢,这条线是尺寸线 尺寸线 那么大家先有一个这样子的认识 好,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标注样式 名称为A7 并且呢,对参数做巨大改动 这样子呢,方便大家认识标注样式的参数 单击这里 好,标注样式管理器 给它移到这里 那么这个标注样式呢 它默认是处于选中的状态的 好,这里新建 我们单击新建 创建新标注样式 这样子的一个对话框 新样式名 我们改一下 给它改成A7 好 那么下面基础样式 是这个ISO-25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这个呢 因为啊 刚才呢 在这里 这个标注样式呢 它是处于选中的状态 所以说 这个基础样式呢 才会是这个啊 当然了 可以单击这里 更改基础样式 不过呢 我们就不改了 那么这个基础样式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A7的标注样式 在刚刚新建出来的时候 那么它的参数呢 是和这个标注样式 是一样的 但是呢 经过我们后面的修改 参数呢 就不一样了 好 这里 继续 我们单击 继续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啊 新建标注样式 A7 这个对话框 我们把它移动到这里 好 线 我们单击线 好 好 那么这里 尺寸线 就是呢 都是关于尺寸线的设置 然后下面这里 尺寸界线 也就是呢 这里呢 都是关于尺寸界线的设置 尺寸线 颜色 就是呢 尺寸线的颜色 可以单击这里 那么这里呢 有一些颜色 可以选择 这里 选择颜色 可以单击 好 那么这里呢 就有更多的颜色 可以选择了 还有呢 真彩色 以及呢 配色系统 线 线 就是呢 尺寸线的线形 可以单击这里 改线形 但是呢 这里的话 还没有其他的线形 给我们选 那么关于线形呢 我们在后面的课 会给大家讲解 这个线形的话 一般都是不用改的 除非说特殊情况 线宽 可以单击这里 这里呢 可以改线宽 不过线宽呢 一般都不改 就是呢 保持默认 默认的线宽呢 是0.25毫米 好 其他的都 我们都暂且不讲 好 来到尺寸界线 好 尺寸界线 好 颜色 就是呢 尺寸界线的颜色 一样的啊 然后这边 这边的话 有两个重要的参数 好 这里 超出尺寸线 好 默认 默认的是这么多 好 有的话 起点偏一量 默认的是这么多 好 那么这个超出尺寸线 这个纸呢 我们要改成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这里 超出尺寸线 6.5 好 我们就改成6.5 然后 起点偏一量 好 这里 起点偏一量 好 5 那么我们就改成5 输入5 好了 其他的 我们都暂且先不讲 那么我们来到符号 合键头 单击一下 好 就来到了 这里 键头 就是关于键头的设置 那么标注呢 一般呢 都是有两个键头的 所以说呢 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引线的 那么这些键头的话 它都是 它都是死心闭合 默认的 它就是死心闭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死心闭合 它是这个样子的 可以单击这里 这里呢 有更多的键头的选项呢 可以选择 比如说建筑标记的 还有清闲的 还有清闲的 好 这里呢 也是一样的 还有这里 那么这个键头大小 也特别重要 这里键头大小4 那么我们呢 就改为4 好 书4 好 文字 我们单击文字 来到文字这里 这里 文字外观 关于文字外观的设置 下面这里 文字位置 就是呢 关于文字位置的设置 文字外观 和文字样式 可以单击这里 选择样式 不过呢 这里呢 没有其他的样式 给我们选择 其实呢 文字样式的话 就是呢 标注的文字 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字体 这个字体呢 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样式 这里呢 来进行设置的 比如说单击这里 单击 这里字体 这里呢 就有很多的字体呢 可以选择 在底部的话 这里呢 有一个滑块啊 在底部呢 有相关的字体 可以选择 好 这里呢 我就先不讲了 到后面的课呢 会给大家讲解 好 可以单击这里 关闭 好 文字颜色 这个好理解 填充颜色 这个我们先不讲 但是呢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啊 好 文字高度 高度呢 为2.5 那我们要改一下 看这里 看这里 文字高度 7 那我们呢 要改成7 好 然后呢 来到文字位置 来到这里 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 就是呢 从尺寸线偏移 文字 从尺寸线偏移 偏移这么多 文字 从尺寸线偏移 偏移4 所以说呢 我们给它改成4 好 来到调整这里 好 全局比例 我们给它为1 主单位这里 好 精度呢 我们已经改成4位了 还有这个角度标注的精度呢 也同样的是4位了 精度我们之前是不是改过 就是呢 呃 我们改过了这个 这个标注样式 是吧 刚才呢 这个标注样式的基础样式呢 它又是这个是吧 所以说的话 这个精度呢 它就是一样的嘛 呃 这个意思啊 好 这些我们都弄好之后的话 我们单击这里 确定 好 然后呢 单击关闭 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 自我当前的标注样式 是哪一个呢 还是我们之前我们所说的 ISO-25吗 其实呢 已经不是了 那么是哪一个呢 是我们新建好的标注样式 啊 A7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它变成A7了 就是呢 A7这个标注样式 已经自为当前 好 A7 它是处于选中的状态的 所以说呢 它已经自为当前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啊 但凡是刚刚新建好的标注样式 它都会默认的自动的自为当前 啊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要在标注样式A7自为当前的情况下 来标注这条线 好 我单击这个命令 啊 线性 或者说呢 来这里单击第一个 啊 线性 那么提示我们 指定第一个尺寸接线圆点 啊 那么我把第一个圆点 指定到A点上 好 捕捉A点 然后单击 那么再提示我们 指定第二条尺寸接线圆点 也就是呢 第二个尺寸接线的圆点 第二个圆点 那么我把这个圆点呢 指定到B点上 把第二个圆点 指定到B点上 好 捕捉B点 然后单击 那么接下来提示我们指定尺寸线位置 好 那我们这样子 我的话 我捕捉这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呢 其实呢 它是一个节点啊 好 我捕捉这个点 我捕捉这个点 节点 好 单击 好 可以了 好 现在呢 我们来认识这个标注样式的参数 首先呢 这条线 它是尺寸线 然后 这条线 和这条线 是尺寸接线 起点偏移量 什么是起点偏移量呢 它指的是尺寸接线 到圆点的位置 好 这条线呢 是尺寸接线 那么它到圆点的位置 圆点在哪里呢 圆点的话 在A点上 所以说从这一个点 到A点 距离呢 就为5 所以说呢 起点偏移量呢 为5 好 那么右边的话 它是一样的 好 这里 超出尺寸线 哦 尺寸线 还超出是吧 就是呢 超出这个尺寸线 谁超出啊 尺寸接线超出 哪里超出呢 就是呢 从这里到这里超出了 从这里到这里也超出了 左右两边是一样的 啊 然后呢 然后呢 键头大小为4 这个呢 好理解 这个键头大小 键头大小 其实键头大小的话 就是呢 键头的长度 从这里到这里 长度为4 啊 稳子高度 其实呢 就是稳子的实际高度 啊 大家可以看啊 实际高度呢 为7 好 最后 文字 从尺寸线偏移 偏移4 那么这条线 它是尺寸线 也就是呢 文字 到尺寸线的距离 距离呢 为4 好 这个也好理解 好 现在呢 大家已经懂了这些参数 以后的话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新建自己的标注样式了 而且呢 来设置好参数 我们来讲 修改标注样式的名称 把A7 改为 A7-3 单击这里 来到了标注样式管理器 好 来修改这个标注样式的名称 那么可以看到 A7 它已经 默认的处于选中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已经自为当前了 好 那么怎么改呢 可以单击一下 这样子呢 就激活了一个框 是吧 可以在这个框这里呢 再单击一下 我们可以输入减后 再输入3 好 名称呢 就输入好了 输入好之后 呃 鼠标 在其他的地方 呃 或者说 在空白的地方 单击一下 好 这样子呢 名称呢 就改好了 其实呢 也可以这样子 把鼠标放上去 然后 鼠标右键 好 可以呢 重命名 好 这样子呢 也可以 如果说 我们要修改这个标注样式的名称 那可以这样子 首先 单击选中 然后呢 再单击一次 呃 就激活这个框了 然后 在这个框里面 呃 再单击一次 呃 这样子呢 可以来输入名称 但是呢 我们就不输入了 好 然后的话 鼠标 在空白的地方 再单击一下 好 或者呢 这个标注样式 处于选中的状态下 给呢 鼠标右键 好 重命名 这样子呢 也可以 好 我们 单击关闭 好 这里 这个标注 我们知道 它是收到 ISO-25的 这个标注样式控制的 那么能不能够 改一下呢 给它改成 改成 让这个标注样式 来进行控制 可以 其实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呃 把标注 归属到其他标注样式 就是呢 把标注更改为 其他标注样式控制 啊 那么怎么更改呢 我们可以单击选中这个标注 好 然后来到这里 再单击这里 然后呢 找到这个 再单击一下 好 那么再结束这个标注的选择 那么可以看到啊 是吧 它就变了 当然呢 也可以改回来 那么同样的啊 也可以单击选中 好 单击这里 再单击这里 好 找到这个ISO-25的 再单击一下这个 就是呢 只要把鼠标放上去 好 只要把鼠标放上去 那么这里呢 它的预览 它就马上变了 好 我们单击一下这个 好 它呢 就改回来了 又改回来了 好 那么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有一个是 要告诉大家 我们 把标注样式 这个标注样式 把这个标注样式的 全局比例 给它设置为1.25 并且呢 置为当前 我们以后呢 就用这个标注样式 来进行标注 好 那么有两种方法 置为当前 第一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呢 要麻烦一些 不过的话 也要得跟大家讲一讲 好 单击这里 来到了标注样式管理器 选中这个标注 那么这里 置为当前 单击一下呢 它就置为当前了 或者说 把鼠标放上去 然后鼠标右键 这里置为当前 这样子呢 也可以 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就最方便 最快了 单击这里 然后找到ISO-25 单击一下 好 我单击一下 好 那么这里呢 它就变成ISO-25 就是呢 已经置为当前了 好 现在呢 置为当前 已经解决了 不过的话 这个全局比例 还没有改 好 改一下全局比例 好 现在呢 CAD 它已经默认的选中了这个标注样式 我们可以单击修改 好 来到调整这里 全局比例 给它改成1.25 好 确定 关闭 好 那么这个标注呢 它已经变没关了 我们最后呢 来删除标注样式 删除这个 那么要删除的话 有两个条件 一个的话 它必须删除这个标注样式 所控制的标注 或者呢 分解 分解了控制的标注 那么这个标注样式 它控制的是这一个标注 所以说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标注呢 给它删除 或者呢 分解 好 那么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啊 并且呢 把其他的标注样式 置为当前 这样子呢 才能够删除 那么现在 这个标注样式 已经置为当前了 所以说的话 第二个条件 就满足了 那么这个标注 我们要删除 还是分解呢 好 那我们分解 这个命令 分解 单击 第四我们选择对象 那我们就选中这个标注 回车键 好 这样子呢 就分解了 好 已经分解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删除 A7-3 这个标注样式 好 A7-3 单击选中 然后鼠标放上去 鼠标右键 好 这里 删除 单击删除 好 单击4 好 这样子呢 就删除了 好 我们单击这里 关掉 好 关闭 好 这节课 讲完 我们下一节课 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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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